项羽枪挑了理由,呵,储君精神大振,说实在,项羽这次领兵出来,可苦了三军了,这玩儿就这么也不歇口气儿一直往前这么赶,这是要干什么呀?啊,咱们这先锋官是不是想走死两口子? 啊,这可真够瘦的,还没等吃顿饭呢,到了东纳,这就排开了战阵,又开打呀,大伙站住有点站不住了,太疲劳,可现在就看了,将羽在阵前,和这个理由连一个回合都没走,一抬手, 就把敌将给挑了,这三军立刻,这精神就振奋起来了,看先锋官的枪在半空这么一晃,这就是一道暗令,干嘛出杀呀,大喊一声杀,是惊骗动地,哇,像潮水般的,就拥过来了,张寒的阵脚就乱了,老将张寒呢,再老将也受不了了, 怎么回事儿,这张寒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,他知道理由啊,本领不错,起码说能在这项羽跟前,走他个三五个回合,另外自己身边还有两位副帅,还有这么多战将呢,啊? 理由实在迪迪不过了,也可以过去住一臂之力嘛,不行咱们来个群战,这都可以啊,但是没想到,这么脆啊,这也太快了,人眼睛没眨,理由就完了, 项羽就冲过来了,跃马摇枪,直取张台,贴贼秦王嘛,这就把众将下坏了,赶当保驾,你把大帅给挑了,这不麻烦了吗? 哇,一心护士忱喊就往城里败了,还没等啊,拉起吊桥,关城门的,储君杀下来了,一鼓作气,哇啦的一下,把东纳给折过来,相遇传令,四门大开,初告是安民,杀牛宰羊,靠牢三军,好好吃吃喝喝,这些气多踏实啊,走马取了东纳城啊, 张寒这一下兵败七十里,可是大伙一看这位老帅张寒哪,没到哪儿,不是那愁眉苦脸的样子,还是和往常一样,大伙觉得奇怪,远帅,这张寒是不是打得太窝囊了,带得有点太惨了还,张寒微微一笑, 手脸的胡须看了看众将,那位将军,不必往心里吃,怎么自古道,一个真正的大将,绝不能按一战输赢定论,胜败那君家之常事,将于不过是侥幸取胜,理由啊,太无能了,哪能一个回合没打, 就让人给挑了呢,张寒心里头也不是滋味,起码说理由的父亲是成相李斯啊,同殿称臣啊,你说,人家父亲拜托了我半天,让我来帮助理由附夺三川, 哎,这个三川军没取过来,相反,理由就在我的面前,让人给挑了,这有点不得得尽啊,咱们以后啊,见着这李斯丞相,我还得好好解说解说,当今之际呢,想办法,战败项羽,得给理由报仇,现在,项羽刚刚取胜, 他年轻气盛啊,这取胜就忘乎所以了,老父想兵分三路,秦项羽与马下呀,我亲自带领人马,兵退定头,我在定头那刻守着,让副帅董毅,守住除阳,第二个副帅,司马新,守住雍秋, 你们可千万,把这两个地方,给我守好,可不要丢了,哎呀,这俩副帅怎么一听,我说老元帅,现在分兵不利吧,怎么,咱冰河一处,项羽,都没把咱们看在眼里啊,这一分兵是不是力量就分散了,张汉瞅着他们,微笑着点了点头, 二位副帅,你们应该知道,我这正是要升起一项羽,才分的兵,为什么呢,我这一分兵人家就看出来了,我的这个兵马呢,有强有弱,他必然打我的弱处, 那么,他要取一个地方,我就让他扶贝受敌,他要是打扶羊,那么我就和司马新,来支援你,是敌准扶贝受敌,他难逃我的罗王啊,他要是打扶羊呢,我带着司马新,也去援救, 我用的是一无敌之计啊,啊,二位副帅明白了,老元帅果然是用兵如神啊,啊,太好了,立刻分兵, 探马就报到了储君去了,项羽呢,项羽走马取了这个东纳之后,把喜报就送到他叔父项梁的面前去了,项梁人马一到这河冰一出,项羽把这经过跟他叔叔这么一说, 以为叔父必然高兴,得犒赏三军,哎,起码当着重将,也得夸赞他这个侄儿几句,没想到,项羽是拍案大怒,火了,岂有此理,哪有你这么打仗的啊,啊,这叫什么一股作气啊,嗯,不爱惜君族,那是一个好将官吗, 好将官应该把自己手下的军校视为手足一样,那军校就像你的胳膊腿一样,哎,你对他们,得特别的好,这样才能团结人,打胜仗,哎,功无不胜,战无不取, 常言说的好,一将无谋,累死千军啊,嗯,你以疲劳之师,来对付人家以以待劳,那,那能行吗,嗯,你这不是愣头轻吗,这不是,你这一旦把理由给打败了,一个回合没走上来,当时呢,可能是把张汉给惊呆了,你这是巧兴取胜, 不适者再有一次,顶弹入罪,把这项羽给伸持一顿,这就是项羊,要换了别人,项羽非活不可,得跟他挤了啊,你管我怎么打胜子呢,我疲惫也好,什么也好,我不打胜仗了吗,不担不赏,而且还说我一顿, 项羽这也窝了一顿火,可是他明白,叔父这是为他好,意思之间好像是说,你太冒险了,这么干危险,旁边饭增啊,给了个台阶,元帅不必动怒, 先封官也是报处心切啊,这事情就结果去,看马来报,说秦军现在兵分三路,一部分人把手定讨,一部分手蒲羊,手雍秋, 哦,再看,把摊包打他走了,想念啊,跟这个范增问计,老先生,如今张汉,东马一败兵分三路,都是合一啊,范增想了一想,呵呵, 哦,元帅,张汉用的是,诱敌深入之技巧,哎,他之所以兵分三路,是让我们的人马打他的弱处,要打他的弱处的话呢,他就合兵一处,得来围攻我们,是我军府被受敌,哦,那么以老先生之意呢,我想,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, 也把人马,也把人马分成三路,我和项羽将军啊,攻打英雄,刘邦呢,可以带兵去取图养,元帅民,带兵大将英部,去打令朝,使张汉无仨封闭,敌不战,自灭一,咱甭打他,他自己就完了,哎呀, 啊,向阳不战的点头啊,先生所言真乃是妙计啊,是立刻分兵啊,让项羽,哎,由这个范增协助,攻打英雄,派刘邦,带凡快萧何诸将,去取图养, 现在这个刘邦啊,哎,在这会儿,那就算是个客情吧,刘邦心里明白,现在让他带人马取图养,他就跟凡快萧何,商量了一番,商量什么呢,咱们打咱可得慎重点, 因为什么,凡是来投奔人家,相是舒适的,哎,现在,呃,要说是寄人离下,好像是太悲惨了一点,太可怜了一点,实际也差不多,现在咱们端的是人家的饭碗,哎,不是有那么句话吗,端谁的饭碗,数谁管吗, 咱呢,这仗必须打个稳妥仗,意思就是说,咱们只能打胜,不能打败,哎,咱们禁得住胜,禁不住败,最起码啊,咱们也得打个平平,哎,就是俗说那个打个平数,也别输啊,也别赢,咱就算保住这饭碗子,你看一向雨,走马取冬啊, 回来叫袁帅深吃几句,啊,也是这个,很严厉,嗯,拍着桌子瞪着眼睛,但是人家心里进入,这咱看得出来,如果咱来这么一趟,也许胜了,说不定回来,许能治了罪,萧和一听,哎,被公不必多虑,我这都明白,所以当时,就把人马封开, 兵分三路,分头进军啊,一路人马奔定陶,一路奔蒲阳,一路奔雍秋啊,这地方都在哪啊,这定陶啊,在山东省何泽县南, 就张寒守这地方,这蒲阳呢,在河南省青丰县南,在东一守这地方,雍秋呢,在这个河南省齐县, 哎,就是司马新守这地方,现在人家储君分三路打来了,那么张寒原来定的这个计呢,有点用不上了,想互相照应啊,给储君来个虎辈受敌啊,不行了,来得最快的是英部,到这儿就把定朝给包围起来了,张寒,那是秦国大帅啊, 他是有准备的呀,英部啊,号令三军攻城,城上呢,走回平炮子滚木雷石,万箭齐发,攻城不下,英部手下的这个将校,死伤了不少,将打了一天一夜,甭说攻城,连块城砖也没拿下来,英部这仗打得挺窝囊, 等元帅向梁到了,他赶快回令,把这个战况这么一说,向梁啊,不乐意了,英将军,你是一员民将啊,曾经在屠山亲自训练八千子弟兵,然后到九江,又聚集了好多人马,文武双才, 称得起是一员万人敌的大调,你怎么能够托我军威呢,打不下令朝呢,你为什么要强打呢,使得攻城不下,反而到损兵折将,若不见你平素立些的一些功劳,今日定当论罪,还都退下,等待何时, 谢元帅,营部仗没打好,拍开了一顿说,心里头够憋屈的,向梁,伸齿了营部一顿之后,分子三军散开战畅,我要亲自攻城, 不,打出来,亲临阵前指挥作战,这会打,又攻了这么大半天,也没法被定逃攻下来,也伤了不少士族,但是呢,储君的士气很旺盛, 一个个都挺精神,都挺神奇,因为什么,自从储君走马取了东大之后,无形之中,这个储君呢,就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, 哎,你别看向梁,在大仗之中,当众伸齿了他之后,向雨一顿,但是呢,为他侄子,走马取现成,大败张罕,他是非常高兴, 所以这个储君呢,很骄傲,虽然没打起定逃来,但是那个神气不见,当时霸兵,第二天接攻,要攻了两天, 哥,这定逃是顾若金汤,根本打不下来, 哎呀,向梁有点着急了,他跟这副帅宋义商呀, 老将军,取成不下,该当如何呀, 宋义瞅了瞅瞅,但宋义有些想法, 但是他不说,他已经看出来, 看出什么的,张涵在拥挤策, 应该给向梁点破, 但是宋义想,我要给你出了主意,出谋化了策, 你真的在定逃这儿打了胜仗吗, 你们向这爷们这脸可就露大了, 哎,知道的主,这主意是我出的, 不知道的呢,是你们打的胜仗, 我把这番心思,不是填了夹线了吗, 让你露了脸了, 你凭什么做这第一把金交椅呀, 这第一把金交椅该我做, 你知不知道, 现在工程没辙, 你问我呀, 有主意我也不告诉你, 你说这人多可惜, 这个两军打仗最怕的就是, 离心离德呀, 这最重要, 不一个心思, 这就要麻烦, 在宋义听向梁这一问才笑, 哎呀, 向梁啊, 我看你呀, 打得很好, 啊, 也只有这么来攻他, 张涵怕你, 他不敢出战, 你在不攻城, 难道咱们就跟他在这对峙呀, 那也不是个长久之地, 他现在是孤城一座, 没有救援, 梁草是有数的, 等梁草吃尽, 他不这样自乱, 到时我们要取这座定陶城, 那就唾手而得呀, 哦, 哈哈哈哈, 说得像这样, 扬偏大笑, 心说婴儿, 怎么样, 啊, 你别做这傅元帅不服气了, 我向梁还是有两下子的, 可是这一番话, 惊动了一个人, 谁呀, 仗前的知己难关, 韩信, 韩信, 袭了着眼睛, 瞅了瞅这宋意, 心里说, 这老家伙不怎么样, 你怎么能给向梁元帅这小鞋穿, 现在你应该提醒他, 不应该在宫城, 你怎么反倒夸他呀, 哎, 这向梁元帅也好, 他还真不惊夸, 这一夸, 他还洋洋得意, 韩信一想, 我该说两句话, 我自从头尊以来, 一直憋不屈屈的, 在这站班, 当这知己郎, 今天看来是我韩信出头之日到了, 我得点醒这位向梁元帅, 他只要采纳了我的计策, 哎, 我就再也不用, 在这站班了, 韩信想在这, 告诉身边那个, 哎, 我说, 啊, 你给我看点这大局啊, 我进账回话, 这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, 韩信把那几万点一立, 他几步走, 上门口报门禁, 韩信告进, 通通, 几步走的摔案前, 身识一笔, 愿拽在上, 知己郎, 韩信, 这向败奸, 哦, 向梁一看, 韩信, 你有什么事吗, 哎呀, 元帅, 现在, 这个定逃城不能再打了, 如果再要是攻下去, 我军, 威, 咱们就危险了, 什么什么, 向梁听到这上下打铃打铃韩信, 怎么见得这定逃不能打了, 危险二次何在, 元帅如饼啊, 现在这定逃咱不能再攻了, 如今张寒用的是, 揪兵之计, 兵书云, 上兵发某, 其次发脚, 其下攻城啊, 现在是攻城是小防敌是大, 望元帅深思, 说完了, 喊信, 把腰直起来, 垂手往那一站, 就等着, 啊, 向梁, 问他的下文, 啊, 好啊, 那你给我说说, 兵书上怎么说的, 啊, 这个, 怎么见得咱就不能攻城了, 我再条条款款给您摆开了术, 韩信就等这个, 下梁啊, 火了, 啊咚, 把韩信吓一跳, 啊, 大胆知己了, 这是什么所在啊, 没看本帅在干什么吗, 本帅与副帅及重将官, 议论军情, 而敢闯进战中, 胡言乱语, 左右, 将韩信给我乱棒, 打要出去, 好多军校就把军棍举起来了, 举起来就打, 这些的战班的互相都认识, 哎, 韩信平常也不多说手道, 人性也不错, 所以有些军校也下不着手, 哎, 说乱棍打出怎么打呀, 照着脑袋装装装来两棍子, 啊, 往重了说歇一窟窿, 往心中说逮起俩包来, 没有, 就照着那皮糙肉厚的地方, 给两棒子就得了, 哎呀, 我说, 韩信把脑袋一抱, 登登登登, 顺大帐里边跑出去了, 旁边那知己观这么一看呐, 哎, 我说伙计, 你是不是咱起来吃多了, 还是吃了什么药了, 韩信一听没有啊, 我也没吃多, 也没吃什么药, 我以为你吃错了药了呢, 你这不没事找事吗, 你不瞧瞧, 那战里头什么人啊, 你进去瞎得的些什么呀, 人家能听你的吗, 你也不看看您这身份, 哎, 韩信轻轻叹口气, 我现在才明白, 人为言轻, 你就是个战班的直脊狼嘛, 你有什么妙计啊, 你就算那妙计人, 谁听你的, 谁采纳呀, 站着吧, 就这站着的, 甭想别的了, 听见没有, 待会一散仗, 咱回头找个地方, 喝两钟, 然后大杯一蒙头一睡觉, 完了, 打胜了, 咱跟着领赏, 打败了, 咱转身, 向后转, 开腿跑, 不就完事了吗, 你说你没事, 好了好了好了, 韩信冲的摆摆手, 把那大体拿过来, 往那一戳, 哎, 这几棒子, 他也得冤不冤简直, 韩信站那, 方才, 韩信在帐中这番话, 惊动了两个人, 第一个是那个, 傅元帅宋毅, 宋毅瞅, 韩信被打出帐来, 他眼睛直了, 他不一想拦住向梁, 哎, 我说元帅, 你不能打他, 这句话说的, 有分领, 了不得呀, 赶快给赤座, 得向他请教, 怎么不工程了, 啊, 您说这什么意思, 怎么给打出去了, 宋毅想, 我呀, 我算了吧我, 哼, 我又不是第一把金交椅, 大元帅, 你打出去打出去呗, 堵塞沿路再好不过了, 最好让谁都别说话, 就你天王老子第一人,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, 你可要知道, 你就离那倒霉不太远了, 宋毅没言, 还有一个人, 被韩信这番话给惊动, 谁, 陈平, 陈平目不转睛, 瞅他韩信, 韩信挨了几棒子, 他特别心疼, 要不是离得远, 他真想站起来过去, 用身体护他一页, 我替你挨这几下, 现在一刻韩信被打出去了, 自己作为一个客人, 也不好说什么呀, 呼, 向良气得分分的, 当时啪的剖秀这么一单, 散仗, 本来想好好研究研究去, 定头, 让这韩信给搅了, 扫兴, 散仗了, 文武众将, 各归各处, 韩信呢, 也回他那个帐子去, 陈平从后边追上来, 韩将军, 请留步, 韩将军, 韩信这么一听, 韩将军, 我根本就不是韩将军, 我是知己郎, 我哪够将军呢, 我连个棋牌都不如, 算了吧, 没回头, 我说, 韩信将军, 请你留步, 韩信一听, 韩信将军, 谁叫韩信呢, 我, 哎呀, 自己想我叫韩信, 是叫我呢, 站住回头一看, 就说, 韩信认识啊, 这是客人啊, 陈平啊, 哦, 陈先生, 韩将军, 哎, 我这相见礼, 哎不不, 我说, 您别这么称呼, 您就叫我韩信, 我不是将军, 哦不不, 我就得这么叫, 我这人习惯, 古人说, 人必自尊, 而后人尊之, 你只有尊重别人, 别人才能尊重你, 哎, 你拿对方没老没小的, 得什么就说什么, 人家怎么能够恭敬你呢, 哎, 我是念了这么几天书, 我得啊, 对得起圣贤的教训, 嗯, 韩信点点头, 我看出来, 您是个读书的人, 嘿嘿, 再见吧, 哎哎哎, 没人在那边走啊, 您找我有事吗, 我有事, 向将军您求教, 哼哼, 韩信苦笑一声, 我又什么能力, 我会什么呀, 您向我求教, 您没看刚才, 我还有了好几棒子, 就是我想要问问, 打着了没有, 伤哪儿了没有, 我给您淘点药去, 不用不用, 没事, 先生, 我不会是, 没什么可说的, 回头见, 哎, 陈平把两手这么一张, 挡住了韩信的序路, 他身识一礼, 韩将军, 今天我一定要向您求教, 这逃生之计,